很多人包菜买回来总喜欢炒着吃 其实生拌的做法会更加脆爽 更加好吃 做生拌包菜 我们最好选择这种比较松散的包菜 清洗干净以后切丝 要尽量切的细一点 包菜全部切好以后 我们把这种比较粗的硬梗剪出来 切好的包菜放一个大点的盆中 加入葱花和蒜末 盐要比平时拌菜稍微多放一点 再加一勺辣椒面 一把辣椒段 锅里烧油 加一把花椒 开小火慢炸 把花椒的香味炸出来 把花椒炸焦以后 捞出来要炸不要 把花椒油加热到冒烟 然后浇在辣椒上面 趁热 我们用筷子把包菜翻拌一下 等到温度降下来以后 再加入生抽和橙醋调味 把调料充分的翻拌均匀即可 如果不着急吃的话 可以放冰箱冷藏十几分钟 味道和口感会更好 这样做的生拌包菜 平时无论是下酒还是下饭都非常不错 喜欢你也赶紧动手试试吧